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風 冬有雪 你好啊 我是翁翁 這部影片來跟大家講講第五賽季的季節系統跟密測系統 新賽季出現了季節系統 我們看到右下角就可以知道現在的季節 春天 點進去就可以看到現在是清明 還有他的季節特性跟他的隨機時間 春夏秋冬 每一天是一個節氣 每六天是一個季節 每個季節會有不同的效果影響 像是春天 適合屯田 還有鍛造 此外這個事件效果只有開季的第一天 是降低偵查所需的時間 此後就是提升銅幣以外的全資源產量 春天打地陣亡的士兵量會減少5% 稍微有降低一點點開荒的難度 夏天 適合吊洞 還有練兵 對應的事件效果是木材屯田獲得的資源量提升 秋天 適合增兵 新軍交戰 對應的事件效果是糧食屯田的資源量 冬天 適合防禦 建造巨馬箭塔等等 對應的事件效果是迅馬的時間 雖然說不會因為冬天就不打仗 等到秋天才打仗 但是可以一定程度的調整步調 特別是這個季節可以搭配密測系統使用 密測系統是在同盟科技的密測可以找到 由同盟或副盟組發動 這邊有寫它的使用次數限制 同一個時間只能發動一個密測 發動後還需要經過它的準備時間才會生效 密測總共有4種 這邊有寫說需要同盟等級到一定才可以發動這個密測 一種是冰櫃先生 可以對連地的6級以上關卡使用 不可以對被摧毀的關卡或城池使用 只能對中立關卡或城池使用 這兩點都很重要 所以就只有在搶奪這種山東的重要關口 或者是城池才能使用 並且如果別人搶走之後 你就不能再使用了 一定要選好使用的時機 太晚就用不到 不過如果善用這個方法之後 就不用擔心敵方在對面把這個關卡偷走 冰櫃先生在春天使用會提升至2小時 不過這個就看了 因為其實基本上一小時還蠻夠用的 不一定要等春天 除非是搶時間要等時期之類的 第二個密測是深溝高雷 可以提升目標城池的耐久上限跟耐久 一樣不可以對被摧毀的城池使用 所以當兩軍交戰的時候 因為他要準備3個小時 所以也一定要考慮過使用的時機 不太確定如果城池快要被摧毀 才使用會是什麼效果 卡色耐久上限以外 剩餘200的時候發動成功 不知道是會補1萬的耐久直上去 還是會看我剩下多少 然後變2倍 但是一定要在被摧毀前3小時使用 如果太早使用也蠻浪費的 然後在夏天發動的時候 可以降低敵方的攻城部隊的攻城值 所以在夏天最好是在對面開始攻城的 那一瞬間就發動成功 如果不是夏天就不一定需要這麼精確 除非是會變400 靠賞三軍是可以在同盟補給內 補充支援跟預備兵 感覺就蠻厲害的 並且在秋天發動 還可以提升一天的持續時間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霸業裡面這個公武補克 在這個霸業之後 靠賞三軍的補給量還會再次提升 這個密側如果設計的好的話 有機會再分盟使用 多增加3次的使用機會 不過35級的同盟 是不是需要花很多時間練等 就要再請大家測試看看 到底能不能用出來 還不是很確定 那最後這個密側是竹間手勢 是可以提升巨馬劍塔 銀帳的耐久上限跟耐久直 感覺相對影響就沒那麼大 除非是有點神東奇西的時候 再用這個提升一大堆耐久去做防禦 覺得影片內容實用 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歡迎大家來我的Discord粉絲團玩 我是汪汪 下部影片見囉